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9月1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台湾这几天笼罩在好语当中 灾情惨重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要先祝福所有的台湾的民众一切平安 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呢 最近他一直说他要参加这个APAC会议 那么很多人就在想说 这个马席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那么另外台澳官员会面了 以官弦互称 这对两岸关系又有何意义呢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在海峡论坛过去的几次节目当中 我们都为您探讨了 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会晤是否可行 那么之前在这个中评社所发表的一个评论文章当中 可以说明确的已经回绝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在这个中评社的文章评论文章上面说 就是中国外交部对于马英九是否会出席 今年以及明年的这个APEC 答案已经是否定的 评论文章也说 我们认为马英九没有必要再像陈水扁那样搞什么政治突破 这样的想法是徒劳无功的 陈水扁是为一边一国 马英九是为什么 所以可以看到北京方面所发出来的讯号是非常的强硬的 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 为什么马习惠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请到的这个嘉宾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 是两岸问题的专家 践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 严教授您好 博弈 东宁 吴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也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我们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每一间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 乌合一博士 乌博士欢迎您 你好 东宁博一好 严教授好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 也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 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台湾总统马英九最近一再表达 他希望亲自出席10月份在印尼举行的 亚太经合会APAC 让外界一度对可能在APAC登场的 喜马会充满了期待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上个星期二已经在记者会中明确的表示 领导人非正式领袖会议 要按照APAC有关的谅解 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 给喜马会可以说是浇了一大桶冷水 那么究竟北京为什么要拒绝马英九 亲自出席APAC 喜马会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呢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 乌合一博士 好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可能的任务 这次在印尼的办 这个 开会呢 APAC会议呢 其实马英九到南美去访问 他要求明年在上海的 这个APAC他希望有机会参加 所以目前来讲条件不成熟 所以但是马熙会也好 喜马会也好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影响到将来两岸关系 往后的五年十年都有巨大的影响 到底马熙会喜马会可不可能成功 即使成功了在何时会面 在何地举行 又讨论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在在影响整个两岸关系的往后成长 所以我认为今天讨论马熙会很重要 那么往后两岸的关系五年十年 说不定就在决定马熙会能否会面的 那么这个影响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会很大 所以这是今天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男性无论是时间地点身份和讨论的议题 稍后我们都会一一来解析 好的 非常谢谢乌合一博士的分析 那么这里也补充说明一下 所谓的APAC谅解备忘录 也就是所称的西雅图模式 是指1993年APAC第一次年会中 为中港台三地都能够入会所做出的一种特殊安排 三方及各成员国虽然都是经济体 但是中国以国民入会 台湾和香港则以经济体的名称入会 台湾的入会名称是中华台北 而香港的入会名称则是香港 1997之后改为了中国香港 台湾当局只能够派主管和APAC有关的经济事务的 副长参与会议 台湾的外长和副外长都不得与会 而过去几年台湾都是派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来出席APAC 而根据我们今天刚刚说到的最新消息 马英九总统在确定无法亲自出席 今年的APAC之后 已经指派前副总统肖万长来出席今年的APAC 而非敦请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马 这打破了过去五年来的惯例 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马英九现在去不成之后的这个气氛 改派了前副总统肖万长 有人说是这样子 这是否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两岸关系走向呢 严教授 我想分两点来看 首先就我个人立场 我是也许跟国民党的想法差别很大 我认为说APAC这所谓的西雅图模式 对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这种安排 所以去参加这种不合理 已经这是个现状 我们当然我们接受 但我们不满意 所以去追逐这种参加APAC 基本上只是在给现状 不合理现状做一种背书 所以我认为说 台湾本身不应该去炒作APAC这个议题 好 但是现在我们回到马总统的 他一个意识形态或他的立场来看 当然他是主张统一的 所以对他来讲这是有意义的 可是北京方面的想法是认为说 以目前的这种状况来讲 如果马总统参加APAC 即便他是用某种民间 或者这个什么经济体的代表去的话 也很容易被炒作成一边一国 因为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我想以目前来讲 北京的这个政治氛围 他还不可能接受这个在国际场合 跟马总统碰面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发言人 宏内讲的这个话 应该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反应 当然明年会不会有变化 我不知道 也许为了选举的考量 他或者做某种的这个改变 但是我相信 很可能也是退而求其次的这个做法 也许我相信不可能在APAC碰面 因为这是国际场合 对中国来讲 他的这个让力让太大 他大概目前不会这么做 那么严教授 现在大家好像虽然说不应讨做这个话题 但是已经把期望值调得很高了 如果最后还是见不成的话 会对两岸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吗 就是说进入深水区两岸关系 现在是补进则退的一个局面 你同意这样的平息吗 当然我刚才讲说 我不是不赞成马总统的政策 但是假如放在马总统的政策脉络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一石两鸟的政策 一方面假如争取得到 那就争取就往前走 没有争取到 实际上他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阻挡 北京再进一步对台湾政治谈判的压迫 因为现在就说 如果马总统丢这个东西过去 北京不接 北京这个喊停的话 那北京接下来想要再push台湾 在政治谈判上 他的力道也会很弱 所以这个其实有对马总统 也算一石两鸟的一个政策的策略 好的 非常谢谢 严建发教授的分析 我们继续回到华盛顿现场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马总统现在想争取参与这个APEC 是为了明年上海的APEC 来进行喜马会的铺路 不过根据台湾最新的一份民调 我们现在就做了图卡来介绍 台湾的民众是怎么看 这个喜马会的呢 有43.2%的台湾民众赞成 马英九在现任前和习近平来进行会面的 那么反对的呢 有36% 我们看到了 那没有明确表态的 有29% 那么至于在有关的称谓方面 这个相关的民调显示 有高达72%的台湾民众主张 我们看下一张 72%的民众主张 应该用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这个身份来互称的 有57.4%的认为可以用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大陆地区领导人来进行互称 有29%的民众认为说可以用党 也就是中国国民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这个职称官嫌来互称 吴卫习你怎么看 这个民调很有趣啊 第一张图表表示这个43%的人是赞成的 36%反对 所以这个数目还是蛮靠近 但是基本上还是人民多半同意 人民同意 所以这是第一个 马云九有这个人民的这个多数民众 比较多数民众的一个支持了 那么至于互相称呼 当然老百姓在台湾老百姓当中希望以中华民国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总统主席来对称 但是还有一个第二个 他们可以接受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和这个大陆地区领导人的52%以上的台湾老百姓可以接受到 所以今天吕秀莲在他的脸书9月1号 他特别忧心这个喜马会马修会明年可以成功成行 那么如此的话甚至可以这个留学人甚至可能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那么说民进党要注意这个事情 我个人勿宁认为明年现在双方都在酝酿这个气氛 就是酝酿这个气氛如何导致于明年这个在上海呢 刚刚这个言教主提到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场合呢不方便 可是你要记得1995年江八点 江泽民江八点有一点就特别讲到了 我们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访问 不借由国际场合 但你如果在上海那中国大陆北京有充分的主导权 所以即使是一个国际场合 但在上海当地举行 那中华台北的经济领袖领导人马英九 那么这样一个气氛之下呢 可能的成型比到印尼啊或到任何地方去可能性都大 当然最最重要还在大陆最往后这一年怎么一个看法 他如果心胸更宽大一点 他眼界更开阔一点 或者他甚至希望2016年还继续国民党执政 他会把这个利益呢 付诸交给 我邀邀请马英九来了 那马英九声望就不如现在28% 苏东上39% 那么如果说马英九能够到上海去参加这个APAC的话 马英九声望会起来的 会起来 那么甚至于因此呢 到最后因为这会震动整个全世界 因此说不定他两个人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也不一定 很多人都这么说 如果真的会平的话 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是酝酿的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明年是一个非常有变化 大家可以密切关心的一件两岸的大事情 现在还有一个重点 吴可一博士 刚刚我们介绍了 中国官方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 台湾民众的反应 跟刚刚在野党一些重要人士的回应你也提到了 那么美国究竟怎么看 美国再来协会理事主席博瑞光说 这个可能违反了过去的六项保证 美国也不想当两岸之间的调人 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美国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美国博瑞光讲说 这个六大保证中间我们不做调人 意思说我不去催促你们见面 也不反对你们见面 所以美国心情相当复杂 我们如果这样讲 在三角关系方面 那如果说马英九跟习近平 在APEC见面开会 开完会之后 在上海 以台湾地区领导人 跟大陆地区领导人 单独又会面的话 那在美国担心 大陆跟台湾走得越来越近了 或者甚至于军事互信 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那也不需要在美国 再采美更多武器 那么这在美国的 第一岛链方面会有影响 所以这对美国的 长远的亚洲利益 会有不同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这方面 美国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 美国的智库的两个学者 格莱怡跟荣安南 都认为两年 都是采一个悲观的态度 他的悲观态度 其实从美国利益出发 所以在这方面 我个人认为 很多事情 在北京跟台北 都是一念之间 一念之间 如果 我们常常讲 以大事小要人 要以人者一大事小 是否习近平 有这个开阔心胸 那么是否以人者的态度 那么一念之间转念 我就请马英就来 那这个变化非常大 好的 非常谢谢 乌合一博士的分析 我继续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坊 严教授 当然除了这个实际上 很难操作之外 难度很高之外 很多人也分析说 目前马行两个人 都有各自的内政问题 要处理 可能会面不是他们目前的 一个最优先的考量 但是很多人就分析 如果两个人真的 一旦在这种适合的场合 或身份的情况下 会面的话 对各自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跟坏处 有人认为说 可以拉抬马英主的声望 或者说让习近平 转移一下 对他内部的一些压力 你怎么看 两个人如果真的会面之后 对各自的好处跟坏处在哪里呢 严建坊教授 我现在就要问 就是说 会面到底要达成 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实际上目前 台湾跟中国 两张的这个蓝图 都还拼不起来 你见面以后又能怎样 所以就北京来讲 更何况现在也还不知道选举期 所以我觉得北京 他不会这么冲促 来给释放这样一个善意 更何况释放这个善意 他后面的后果是很难控制的 包括现在香港 要争取这个普选 双普选 所以你这个东西下去以后 北京会盘算 他有没有必要给 给马英九不见的 就是给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中间还有一个落差 现在国民党2016年的 这候选是谁 也还没有浮现 所以现在目前 对北京来讲实在太早了 当然吴博士那个说法 基本上我同意 但那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素养 我认为北京现在目前 还没有这种想法 如果北京今天有这种想法 今天两岸关系 不会被弄得这么复杂 好的 谢谢严谨华教授 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继续 我们讨论的话题 请叫两位来宾 我议 好的 那么我个人对这个技术问题方面 还是比较有兴趣 我想就一个问题 分别请叫两位来宾 我还是聚焦在中评社所发表 这个评论文章 因为他把大陆的态度讲得很清楚 他说大陆方面对于马席会的 基本定调是 第一乐意促成马席会 但是需要在两岸关系平台 那么第二拒绝在国际空间 促成马席会 那么这两点就是说 基本上在两岸 还有在港澳以外的 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举行这个马席会是不可能了 第三亚太经合会的领校高峰会与马席会不是一回事必须分开解决 所以呢这也表示说明年在上海应该也是不可能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说 这个两岸关系平台要怎么解释 或许在香港澳门有可能 那么另外我也想请问两位来宾 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呢 之前一直在争取连任国民党党主席 有人就说其实也是在为未来 如果就算马总统卸任了 但他党主席的身份还在 所以还是用可以用党职的身份 去跟这个大这个习近平会面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首先先请就这个技术问题的方面 先请一下在台北的吟建发教授 这方面北京方面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所谓的内外有别 也就是说两岸是属于内的问题 这跟外交是无关的 所以你只要人会制造 有可能变成一边一国或者两个中国 那这个东西或者外交的含义的话 北京就不会接受 所以他这里面特别讲大陆两岸平台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如果这个马总统用别的身份去 是属于两岸跟外 跟两岸以外的国际的事例无关的话 或因素无关的话 那他或许有可能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就是 要一块给五毛的一个策略 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去 那以后是不是两岸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 那台湾就又掉入他设定的这个陷阱 因为实际上台湾现在最需要就是国际化 你如果要两岸 那接受比一个香港或澳门更大空间 北京本来就已经愿意给你了 那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方面 北京其实非常的清楚 而现在目前北京认为说 时间在他那边 他没必要随便给台湾或给马英九 我认为他决定要给的司机应该还没有到 是 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请教乌合一博士 就是也想请教您 您怎么看待所谓的这个两岸关系平台 是不是如果说在大陆 或者是说台湾都有可能发生很大的争议的话 是不是在香港澳门有可能 另外就是马总统的这个党主席的身份 是不是就算他在卸任总统之后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 国民党历任这个党主席都可以到 几乎都到大陆去访问过 未来如果这个马总统卸任了总统的身份 他没有了这个政府职务的身份 他用这个党职的身份 是不是其实他可以更灵活更好的促成 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 您的看法 我先答复你这个卸任总统的问题 卸任总统的话 那这个政治效益 编辑效益就不大了 跟当年年占吴博雄去访问 没有太大差别 重要的是马英九在卸任总统内 而且重要的是对国民党的明年的七合一的选举 和2011年总统大选有利的话 实际来讲 明年是对国民党 这个跟在APAC见面是最最有利 那么中共我相信中北京当局呢 心里打心里想的 不希望2011年民进党执政 那么如果说想要给国民党推一把的话 那明年在APAC见面呢 是最最理想 那假设APAC不成的话 就像您刚刚博弈你讲的 在待会我们时间在讨论 在香港或者澳门举行呢 也是一个可能性 那就不怎么轰动了 如果在香港澳门见面呢 拿不到诺贝尔和平奖 但如果在上海的APAC见面呢 可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为什么诺贝尔已经给了刘晓波 给了达拉喇嘛和平奖了 那做一个balance 他说这样子这个不得了了 那我们正好给习近平跟马英九一个和平奖 这个可能性都很大的 那么我再还过来讲最后一句话 这个陈水扁李登辉 何尝不想去参加APAC 那么当时都提出很多的要求 都甚至于陈水扁说 我在大丹岛 我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到金门来喝茶 这个都讲过了 大家都希望能够跟大陆有所高层的接触 因为这个象征意义跟实质意义 影响太大太大 所以我希望这个北京当局跟台北当局都慎重考虑 那么在这个对两岸最有利的是APAC见面 那么次例呢就在澳门和香港见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深入并精彩的分析 那么继续我们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 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有我樊东宁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国毅先生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是 喜马会究竟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有关各方要如何创造有利的条件 来为喜马会解套呢 今晚演播是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利坚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乌和宜博士 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践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个人对喜马会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00-801-148-940 郝东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桃园的房先生您好 您讲 我想这次 你这个 起码会所谓可能的方法 就是以国民党 以及共产党两岸的一个 绘制来出席 因为你看现在的联債 以及国民党 都多次以国民党 国共交流的方案 去大陆进行 一个访问 一起交流 我想中共他应该不应该会接受以中华台北 或者是以台湾任何的一个方式 因为现在台湾人交流大陆 录制节目 都要说一下是中国台北 或者是交流中国字样 因此他不会让你的中华这个两个字出现 我想这个就代表着 中共现在当局 北京当局并不接受台湾以这个中华台北的方式来介入国际面 我想中共现在的手段也非常的强压高压 对博西兰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中华台北这个名称是比较不容易的 好的 谢谢 所以我想请问现场两位学者 如果以国共两党来交流的话 民进党是会提出意义 想请问两位学者 习近平这样的中共列弹头子 和这个阿萨德们一样 扶持的这个共匪习近平政权见面 我觉得这实在不是好时候吧 我觉得在中共的共匪政权 就是不断的对台湾加强武力威胁 还有不放弃在台湾的武力威胁之下 我想台湾无论是民进党政权的总统也好 还是马英九先生也好 我想他不适合和这个大陆 他提到一点也蛮重要的 就是中共还有这么多的飞战标准的台湾 如果两个人要见面 是不是要先示出点善意 把这个飞战撤出或是退后呢 好 下一位是吉林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请说 吉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吴先生 就是马英九想和习近平会面 为什么 想在APEX这个国际场合会面呢 马英九还想要和 还想讲条件 你认为大陆会大赢马英九这个要求吗 在一个中国人越来越多得开始厌恶台湾人了 按照这个局势 台湾离独立 他们这个诉求也不会太远了 在一个天津明的新河的那个河先生 他是邪教分子 好的 谢谢吉林的李先生 不好意思 我才打断您 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 但是线上听众挺多的 我们尽量抓紧时间 彰化的姚先生是下一位 姚先生您好 请说 我请问一下 那个 他们马习惠之后 他们会 就是说 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可能一旦见面之后 共产党的政权会重溃掉吗 他们一次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 我们 那个军事长把台湾搁让出去之后 基本上台湾就没有回归过中国 没有归中国的管辖国 问题是 这样一旦承认之后 他会 他共产党的 那个政权会崩溃掉吗 我会觉得这个 好的 谢谢张化的姚先生 我们刚刚接了海峡两岸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 来简单做个回应 好的 这个黄先生 桃源黄先生问到 民进党的反应如何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气氛 因为 谢长景已经两次去大陆了 是 陈菊刚刚才访问回来 所以民进党 中国大陆呢 对民进党也采取一个柔软的态度 所以这个气氛之下呢 那马英九到上海去参加APAC呢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为民进党也开始积极想调整他大陆的政策 假设马英九再不更走前一步的话 那民进党像沈富雄讲的 你干脆就承认九二共识好了 那民进党呢 很有可能在2016年说 我承认九二共识 我同意国民党的大陆政策 这是沈富雄建议 当然这目前还很困难了 将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教条派 这个本土派 他可能还是不希望民进党跟大陆 但这个整个气氛来讲呢 马英九必须走在民进党之前 所以这个民进党态度如何 我觉得民进党这一两年态度变化非常大 要不然不会有华山论见嘛 这些事情 那么至于谈到这个 关于这个大陆呢 武力威胁的问题 我想这个常常讲过了 如果你从大陆表现 想象两岸的和平统一 大陆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那么我就有个建议给习主席了 那你把飞载往后撤嘛 你这个撤是一个姿态 你随时可以搬进来 但你撤产生的这个心理效应非常大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 习主席的一念之间 大陆领导的一念之间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把思想再解放一点 眼光再看开阔一点 心胸再扩大宽阔一点 那么你撤飞弹嘛 不需要等台湾有什么有利条件 你就撤飞弹嘛 那你看这个变化有多大 然后邀请马英九参加APAC 那么这个两海 将来两岸就永远不会打仗了 至少可以达到这一步 好的 非常谢谢吴和一博 我们上面有话题的时间 剩下最后一点点 要请台北的延建发也教授 综合欢迎一下 刚刚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 还有欢迎一下我们 乌和一博士的看法 延建发教授 乌博士这个看法 现在可能在台湾 目前很难形得通 因为这涉及到 所谓的政治理论的问题 就是国家跟政党 这是不一样的 包括说之前我看 连战代表 马总统出去 他也不是以国民党的身份 所以很难 当然党跟党的交流 共产党跟国民党 共产党跟民进党 这是鼓励的 可是今天我们是谈APEC APEC是国家 国家不大可能用一个政党的身份去 这目前在台湾说不通 这个已经不在乎 不在完全所谓的 谈利益的问题 而是说你根本就走不出去 这个没有一个理 理的这个基础不够 台湾现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的坚持 所以我相信 将来任何政党 只要碰到这个问题 都不可能用 目前来讲 还不可能用这样一个 党的名义去代表国家 所以我想这可能 目前还是相当困难的 好了 非常谢谢严坚发教授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听众呢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 我们下半场讨论的时候 继续可以开放 打电话进来谈这个 喜马会的问题 不过时间来到了9点35分了 我们马上就进入 今天海峡论坛下半场 要讨论的话题